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7年初回Gamest大赏 关于Gamest杂志与Gamest大赏的介绍 因为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欢迎点击下方简介中的BV号跳转观看 在正式闲扯之前我们再扯两句更远的 Gamest杂志的定位与内容虽然是面向整体街机玩家群体 刊载的内容谈盖了当时几乎所有主流的街机游戏 不过自1986年创刊至1999年停刊 在这13年中还是明显可以看出 杂志的编辑们对于内容的侧重产生的迁移 1993年之前Gamest的整体内容对于STG有明显的偏重 这种偏重有人觉得是因为受杂志编辑们个人对游戏兴趣的影响 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毕竟没有立场就没有观点 但是也从某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日本街机市场中STG的繁荣 毕竟编辑们也是玩家而商业媒体要生存自然要跟随着市场的动向走 所以到了1993年Gamest杂志的内容自然而然的转向了已经占据街机市场主流的FTG 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发问了 为什么Gamest杂志没有经历过侧重ACT的时代 毕竟ACT也是街机的重要类型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非常主观的思考 不过想留到以后回顾1990年第四届Gamest大赏快打旋风登顶榜首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1988年2月1日发行的第17期Gamest杂志 刊载了1987年初回Gamest大赏榜单 在这份首次刊载的榜单中产生了许多的话题 后来不断被玩家们提起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 就是号称四大横板卷择STG系列的其中两部 大流士与RN-Type的初代对决 两款游戏都在1987年发售 后来又都形成了庞大的系列 并对游戏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这份榜单中大流士几乎以完胜的姿态 赢下了这场初代对决 另一方面泰东虽然写大流士几乎出现在了所有能够入选的榜单中 但是泰东当年所有出品的游戏除了大流士外 仅由于东亚企划合作的飞翔角一部作品入选了一个分项榜单 作为厂家来说这个成绩其实并不算好 而当年最大的赢家应当算是世家与南蒙公 世家总共有五款游戏入选总榜与分项榜单 其中冲破火王与outrun两款游戏与大流士同样 几乎登上了所有能够入选的榜单 而南蒙公同样有五款游戏入选总榜与分项榜单 而且总榜前十之中 依靠原品讨魔传 龙魂和妖怪盗中记 南蒙公就占据了三个名词 这份榜单之中 还有一个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太大风浪 但是后来人们进行游戏溯源是经常提起的游戏 初代街头霸王 它凭借独特的系统和机台设计 在上市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在大厂之中还入选了总榜 但是不太细致的控制系统和玩起来过于费力的按键设计 让这款游戏的后续评价并不高 街头霸王的商业势力导致了主力制作人西山龙志离开了卡普空 不过西山龙志的初走对于90年代的街街市场最后的繁荣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因为它随后便加入了SNK并成为了SNK的开发总指挥 正是在它的主导下 SNK在90年代凭借Neo Geo平台制作了包括 恶狼传说龙虎之犬全黄合金弹头在列的大量优秀游戏 说回到总榜单 大流失与冲破火网不仅游戏本身素质优良 再加上硬件方面带给玩家的独特体验 与其他几款入榜游戏之间拉开的差异实在过大 同样游戏性满满经典的R-Type在主榜单之中 虽然排名第三仅次于大流失与冲破火网 但是与榜首大流失的票数差距却达到了84掌 总榜单第一名大流失 第二名冲破火网 第三名R-Type 第四名Otron 第五名龙魂 第六名原屏讨魔传 第七名街头霸王 第八名妖怪盗中计 第九名1943 第十名忍者军2 初回Games的大厂的分享榜单中 还没有依照游戏的不同类型进行排名 分享榜单主要是针对画面 剧情 音效合成与VGM等几个方面设置的 最佳图形的榜首被冲破火网摘得 他获得这份荣誉实质名贵 施加在这一方面确实也走在各个厂商的前面 最佳图形榜单第一名冲破火网 第二名大流士 第三名原屏讨魔传 第四名R-type 第五名outron 第六名街头霸王 第七名兔战士 第八名妖怪盗中计 第九名异形入侵 第十名绝对合体 街机游戏由于消费场景的特殊性 以及存储介质的限制 剧情表达意志不是街机游戏的重点 但是也还是有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作品 大流士和R-type就是其中代表 但是最佳结局排行中 他们之间的差距简直不要太大 两个游戏之间的票差达到了258票 大流士的得票数是R-type的16倍 看来处在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玩家 对于黑生残的套路还没有那么感冒 最佳结局 第一名大流士 第二名龙魂 第三名原品讨魔传 第四名妖怪盗中计 第五名outron 第六名冲破火网 第七名超能力战士 第八名神奇小子怪物大陆 第九名iron type 第十名1943 关于音效合成与最佳VGM受限于技术原因 用现在的眼光来评判他们大部分游戏的声音部分 如果单独拿出来去评价 都有一丢丢的尴尬 但是就VGM来说 如果听过现在重新演绎的版本 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依然很好听 最佳声音合成 第一名原品讨魔传 第二名超能力战士 第三名神奇女孩 第四名怒号圈层 第五名沙罗曼蛇海外版 第六名街头霸王 第七名大流士 第八名冲破火网 第九名战斗学校 第十名银河人侠传 最佳VGM第一名大流士 第二名outron 第三名龙魂 第四名冲破火网 第五名超级摩托车 第六名原品讨魔传 第七名沙罗曼蛇海外版 第八名恋爱热摇滚 第九名乐马24小时 并列第十 妖怪盗中计 R-Time 在最佳机台分类榜单中 大流士与街头霸王 虽然游戏的基础控制 更接近于普通机台的玩法 但是因为机台尺寸的原因 被迫只能入选大型机台榜单 为普通机台游戏榜单腾出了两个名额 而在后来FC平台上被奉为经典的双结龙系列开山之作也是在1987年登场的 但是他仅仅入选了最佳普通机台这一个分项榜单之中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时候的双结龙游戏素质确实还没有那么高 至于最佳人气就没有太多好说的了 基本上就是综合各个榜单之中表现作为优异的几款游戏 除了针对游戏本身的榜单外 当时还设置了最受欢迎游戏角色的榜单 而在其中排首位的人气角色 就是后来拳皇系列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麻公雅典 来自SNK的超能力战士 1987年初回Games的大厂的回顾到这里 就暂告一段落了 大流士与R&Type之间的较量 单从大厂榜单来看 前者几乎玩抱后者 可即便我是一个大流士吹 个人感觉如果抛开了三瓶机台带来的体验加成 单说R&Type的关卡设计 游戏体验的丰富性其实要比初代大流士高一点点 不过游戏难度同样高了一点点 也是不争的事实 过硬的难度设计 导致了入门门槛过高 天然的隔绝了一些玩家完整的体验游戏 反正像我这样的手残 当年是绝对不会闲着没事主动去挑战R&Type送人头的 我只会默默的站在一旁看高手表演 而且这些表演中还常常伴随着翻车 虽然在大厂中暂时落败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R&Type还是受到了玩家们越来越多的肯定 不过对于游戏难度的抱怨也从未减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对于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新人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